大事通达了 事出事尽一切法 彼近空 这个注意要晓得 彼近空就是彼近不可得 不可得才是圆满的正德 这个意思不好体会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我们没有入波尔法门 我们把一切法都把它分成两截 一个得一个不得 哪里晓得得跟不得是一桩事情 那你就入波尔法门 跟你说不可得 是你心里面决定不能有这个痕迹 不能有这个念头 跟你说得呢 真的一切你都得到 可是你心里有个得的念头 你什么都得不到 为什么原因呢 你心里面产生了障碍 这业障 如果没有这个业障 为什么说一切都得到呢 因为近空变法界 都是你自信变现 你的心性是能变的 虚空伐界是所变的 能所不二 能所是一 你怎么会没得到 你当然得到 可是你有个得的念头呢 你就得不到 得的念头呢 清净心里头没有用 你还有个得的念头 换 你就得不到 这是四十真相 这是真理 所以心要清净 清净心的对用 不可思议 在《华言经》称之为 大不思议经 什么不思议呢 这个心之体 相作用 不可思议 可是才起心动念 就被污染 污染之后 那你就 你这个里头就产生 能所就对立了 那么你的受用 就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这通达明了 一切法必尽空 金刚经上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花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奏如世观 这是佛给我们说明 一切法的真相 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 注意再翻过来 看九十一面 九十一面第三行 卷十 我们从第五行 第二句看起 我把经文念一段 修行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诸菩萨 最尊最圣 最上最妙 具大实力 能修行五等等诸法 能圆满五等等诸法 能具足五等等诸法 能得五等等诸体 所谓 无比殊胜相好 妙庄严生 能证五等等妙法 所谓五上正等菩提 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我们就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说明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这一些菩萨 这个地方是 摄理佛尊者 墨连尊者 荧光是家世尊者 善心是虚菩提尊者 这都是佛的一些大弟子们 他们赞福 佛在这一会里面 跟我们讲 波罗蜜多 这是赞叹的 菩萨 修 般若波罗蜜 无比的殊胜 这段经文 我们念了之后 我相信 同学们 非常羡慕 怎么个秀法呢 我告诉大家 最简单 最容易的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全具足了 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这个里面 具足圆满的 波罗蜜多 许多人不肯念佛 是没有认识 佛号的功德 他不晓得 他不适合我 那个没有法子 最好的宝贝 摆在面前 不认识 这种人 很多很多 世界人认为什么东西 宝贵呢 宝石 金刚钻 摆在面前 这个不得了 没有一个不喜爱的 其实比这个东西 更宝贵的太多了 什么东西 故宫不愿的破铜烂铁 你说摆在这里 你们谁要 没有一个人要 马上就丢掉了 那个才是真正宝贝了 几千年的古物 金刚藏换不来的 内行的人都知道那是宝费 他的价值超过金刚藏 几个内行人呢 恐怕那些东西摆在我们这 我们这所有人看看 都摇头都不要了 佛号就是如此 真正知道 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的人 真的是不多 真明明了 真肯去修了 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 没有一个不成就 而且成就的时候 无比的殊胜 没有人能相比 这些事实 净土圣仙路里面记载很多 五僧传里面也记载很多 就是摆在我们眼前 最近这几十年 我们所见到的 不在上书 听到的不在上书 啊